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今天的《调心林》 听你的故事,谈一下你的心情 我是阿Q 我今次收到一封信是什么呢? 其实我的问题也有 他来信说应该是个男孩 但他没有给我名字 他说我快受不了我女朋友的负能量了 他什么事都会想到最坏的方向 看什么都不顺眼 对一切都好像没有期待 我常常兴致勃勃地想和他分享 或者逗他开心 但都会被他很冷静的反应 潑上一些冷水 甚至乎有时候不欢而散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也可能是现在的人 就是整天都会有这些抑鬱 但我真的很累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开朗 很开心的人 本来以为我可以影响他 但现在看来 反而是被他拉了下去 大家都说要远离这样的人 但我真的很爱他 很不舍得离开他 但同时我又很害怕 我再这样下去 我也要生病 我是不是应该和他分开呢 负能量 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这几年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词 叫做 垃圾人定律 什么叫垃圾人呢 就是他们会把他们的负面情绪 比如说很多的愤怒 沮丧 妒忌 仇恨 甚至乎是计较 贪心 满足 比较 偏见 等等等等 这些情绪垃圾 全部都背在他身上 然后就到处扔 看到一有机会就扔 一有机会他就扔 扔到哪个他都无所谓 其实不怕告诉你 无论是你这个角色 还是垃圾人这个角色 我 阿Q本人 都扮演过 而且还扮演得很好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都经常觉得很不开心 我不知道人生有什么乐趣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 甚至乎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我看什么都不顺眼 然后我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 我觉得我天天就好像行尸走肉那样 天天起床上班 下班 下班 吃饭 睡觉 睡着觉 都这样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大声笑 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哭得出 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期待 也都不会感到兴奋 就是没有感到兴奋 如果唯一有的感到兴奋 就是不开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生 他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但是因为他的心思很细力 然后很多东西很敏感 我们可以聊很多事情 但是他又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所以我们经常聊天 有一次他跟我聊聊 关于好男人这件事 我不记得我跟他聊什么内容 我只记得最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说话 聊到最后两个人不是那么开心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他就说 如果你觉得男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了 当然那时候我就是觉得男人不是那么好 那我就很生气很生气地回覆了他一句 我就说 我经历到的里面 我看到的男人里面 全部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感就是不好的 他很生气 由那次之后 我们就没什么聊天 那时候我不是很明白 他怎么可以说话 我觉得男人是这样 我身边的 我生命里面的男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相反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经历了 看到了 遇见过的 我身边的男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才认为男人是这样的 就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这个 这个 这个逻辑 我当时真的不是很明白 但原来不是的 我到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样的 其实原来很多事情 未必跟我所经历的有关 而是跟我的想法有关 跟我看事情 有什么角度有关 就算是同一个男人 同样的事情 我如果由不同的角度去看 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所以当我认为了男人就是这样的时候 我已经认定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会看到 甚至乎是看不到 男人和我想象之外 有其他的弱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有人说过有一条线 一个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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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是凸 还是凸 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认定了它是这样的时候 人通常是这样的 当我认定了 我就不会想去改变 也不会想再去看看 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女朋友之所以是一个 这么负面的人 可能是跟她的生活 她的家人 她所经历到的事情里面 除了你之外 没什么人懂得用其他不同的角度 甚至乎是正面的思考 带领过她 所以她不知道原来事情 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可能的 甚至乎她不知道原来 除了负面的愤怒 或者低潮的情绪之外 其实她还有很多其他的情绪 和反应可以表达 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经历 可能我经历是一个这样的事件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教识我 由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可能我才有办法 有不同的想法 才有可能 有其他的看见 也都可能去接受 学习到不同的事情 但是在你女朋友的生活里面 他遇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而你是唯一一个 和他周围 甚至乎他生命里面 不同 有一个反方向的声音 但是这把声音 太微弱了 你想想 我举个例子 我试一下可不可以用一个 简单一点的方法 一间新开的餐厅 有十个人去吃 九个人都告诉你 不好吃 所以你就不去那种人 那种人 还是你会去信那个 唯一一个好吃的人 所以你决定去试一下 那种人 又或者 你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在乎 这十个人 甚至乎一百个人 甚至乎一百个人 怎么说 只是很简单 很单纯的 看看自己对这间餐厅的食物风格 吸不吸引你 而决定自己去不去尝试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把声 有很多的声音 你稍微小声一点 都会被其他的掩盖过去 甚至乎令你听不到 如何在这些很复杂的声音里面 聆听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声 而不被人影响 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当中最困难的 最复杂的是 我里面的那把声 又是由哪里来的呢 即是说 你要去影响你女朋友 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他里面 他自己里面的负面情绪 他这一把声 大得 实在太大了 再加上他周围的那些声音 负面的声音 可能都太多了 而他不知道他里面 他自己是怎么想 甚至乎他那个想法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你在他生命里面 就好像那把很小很小的声 就好像一个 唯一一个觉得餐厅好吃的人 但是最终 他必须要听到他自己 心里面的那把声 而去做所有的决定 而他心里面的那把声 在哪里来的 除了他的环境之外 除了他遇过的那些人之外 他有没有一个很确定 很正面 很鼓励他 支持他 甚至是带领他 调教他 可以向前走 而不是向负面的方向走的人 对我来说 我有信仰 当然是我的上帝耶稣 是我的神 那他呢 他有没有 你说你很爱他 很不舍得他 但其实你已经很累了 你很怕他影响到 原本开心的那个 你都已经变得不开心 那我就想问你 其实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你爱他什么呢 我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老公有时候 他的工作压力会很大 所以他对所有的事情 都有很多的抱怨 如果他的工作压力大 那一段时间 我很清楚知道 他抱怨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跟他心里面 真正的压力无关 都不是他真真正的担心 或者是不开心的事 只不过是因为他烦恼的事 他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他才将所有的不满 所有的压力 就发泄在其他 他接触到的事情上面 只要有少少不顺眼 他就可以大大发泪 以发泄他心里面的压力 但是正正是因为我清楚 他是这样 我为了令他开心 所以我就会叫他去休息 然后做了家里所有的事情 无论是煮饭 臭小孩 打造家务 尽量做了所有的事情之外 我就会搞定自己的工作 然后一个人去做所有事情 不吵他 因为我想要令到他 没有后顾之忧 少点烦恼 开心点 我也会尝试在他抱怨的时候 不搏嘴 不跟他吵架 甚至不跟他说道理 是不是 有时候甚至会和他一起罵对方 但是 当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持续两个月 顶拎了 我就会开始觉得很累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的 我都已经做完了 你都还要不开心 我想令到你开心 但是我已经很疲倦 我根本做不到 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令到他开心 因为解灵还衰 是灵人 有一天我忍不住 有一阵子也是这样 我忍不住 我就找了我的好姐妹出来聊天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我真的很忍不住 她这么喜欢抱怨 令到我觉得很烦 我发现完 跟我姐妹聊天 发现完一轮之后 那一晚我回到家 跟我老公说 我总之都可以跟她说出 我心里的说话 我不想 我不想再继续 所以我就告诉我老公 我说 其实你真的很影响我 你这样抱完 会令到我觉得很烦 因为我真的很想你开心 但我发现我做了所有事情 你也是一样的 你也是不开心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那你知道我老公怎么回答我 我老公说 老婆 我们两个一体 二合为一 所以我的情绪 当然会影响到你 我听到这里 已经跳起疾住了 但她下一句说 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所有的不开心 都跟你无关 她说完这一句 我才想起 对 我自己的课程里面有教的 有说的 boundary 我自己的界线 肯定说 解零还需是零日 她不开心 不是我做成的 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很大 我没有可能解决她工作上的问题 就好像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女朋友 所看到事情所有的角度是一样 我们当然希望她们可以很开心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希望 这个期望 变成自己的目标 当成我自己的目标 就是好像那些爸爸妈妈 很希望那些子女的成绩很好 然后把子女的成绩 当成自己的成就一样 那种就是失去了这条boundary 失去了界线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上责任 所谓的负上责任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要为她自己所选择的东西 承担后果 如果她选择要这样 很负面 很抱怨 很不开心的过去的人生 她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我们承担 就好像我经常跟小朋友说 我们跟小朋友说 我们跟小朋友说 不要碰 烤子很热 你会烙的 但如果她也要伸手去碰 烙了之后 消伤的伤痛 谁可以为她受 就是她自己要去承受 我们不舍得 不舍得 难过 都没有办法分担她任何少少皮肉痛 是吧 我都不喜欢我老公抱怨 但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不同的是 我们结了婚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 因为我们结了婚 所以我很清楚 我自己爱她 是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要跟她在一起一生一世 而我亦都明白 我不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 我都会有情绪 我都会有情绪 我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们结了婚七年 我老公是唯一一个 除了神之外 可以随时接着我情绪 有办法哄我开心的人 就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 是需要互相依赖的 在亲密关系里面 是不可以独立 因为独立的意思 就是代表我不需要你 但是同样一样东西 在亲密关系里面 亦都不可以单方面去依附对方 所谓的单方面依附 就像寄生虫一样 寄生虫是会把宿主的所有营养 吸走 然后告诉身体 告诉宿主 我要啊 你要给我啊 你不给我我会死 你知不知道这个说话的言下之意 是什么 就是你死也要给我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再说一次 一段好的关系 是需要互相依赖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 你所期望的婚姻 你想像中的亲密关系 你想像中希望的两个人的相处 画面是怎样的呢 亦都问多你一次 你说你很爱她 你爱她的什么呢 而这份爱 是否真的可以支撑你去陪伴她呢 而你这份陪伴又足不足够可以令到她有所改变 如果万一她真的不会改变 你可不可以接纳她呢 你可不可以不在乎这件事 不在乎她的负面 当她所有负面的情绪声音 全部当作耳边风 然后一样很开心很幸福地和她一起走下去呢 又或者 你觉得她又有没有办法 接着你的情绪 接下你的负面呢 这些是很实际的问题 你要想得很清楚 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试试想像下 你期望的结婚生子生活是怎样的 然后试试把她放入这个图片里面 可不可行呢 是加分还是破坏 又或者你直接想想 你和她结婚的生活 想想你们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会怎样的 你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又是会怎样的 那这样的情况 又是不是你想要 你可以接受的呢 所有的人都劝你离开 但是没有人可以为你做任何的决定 因为 我们都不是你 但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 心里面那把声 才可以为自己做出一个 选择 并且负上责任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她 就好像我决定了 我要一生一世 爱我老公一样 而我也都很认清楚 我也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可以互相依赖 那你们呢 我希望你可以得到属于你的幸福 而且是每一天 就算有不开心 但是都可以幸福的行爱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心得听得不清楚 你就留言给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按五星评论 OK Anyway 如果你需要 听中文字幕的话 你可以上youtube 有字幕可以给你看 OK King森林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